有请养生堂主持人 月月 好可惜啊 就差一个字 来 我们再找一位观众说一下 还是不对 来 我们给后面那位观众 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中医的五脏 刚才这位观众说得很对 心肝脾肺肾 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专家告诉我们了 人体呢 还有第六脏 我提示您一下 这第六脏可以通过 看它的外观 颜色 还有这个胖瘦的情况 来推断出人体的一些疾病 是眼睛吗 眼睛 是吗 我看一下啊 还真不是眼睛 来 我们再请旁边这位年轻人猜一猜 舌头 舌头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韩学杰教授 欢迎韩老师 韩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欢迎您 您请 你好 韩学杰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华中医药学会 新病分会副主委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到底这个第六藏在哪呢 咱们第六藏是陈修元有一个著作 他上面有描述 因为人的那个心脏是五脏六腑之大主 那么心包落是在心脏的外面 他的经脉呢过手上 手绝阴之脉出属心包 手三阳之脉散落心包 故心包落称手心主五脏加此一脏十手另脏 所以这儿又指手是第六藏 因为通过手来看五脏六腑的变化 通过手来看五脏六腑的变化 人的手非常重要 因为人的双手呢 有十二桥正经和八十六个经穴 二百二十四个脐穴 手部呢 集中了一体内所有器官经有关系的穴位 所以我们手呢 可以反映你身体整体的情况 平时自己随时要注意手上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颜色呀 形态呀 有没有斑点 有没有这个次速沉着 如果有这些问题呢 赶紧叫医生求教 这可以防患于未然 防微斗见 使大家身体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大家都看看自己的双手 看看能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韩老师可是很厉害的 通过看一个人的手 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身体情况 所以这样韩老师 在您讲其他所有的之前 我能不能先找两位观众 您给看手 从他们的手上看看 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然后让我们的观众说一说 对不对 可以吗 好的 等于说给您出了个小难题 您不介意吧 不介意 没问题啊 您越手无数 来吧 来我们给医生出难题 来哪位来 来来来来 哪位觉得自己的身体 这边一位 对 咱们先看这位女士的 她刚才打开 我看了一下 是 她的颜色呢 手的颜色正常的应该是淡红 然后这个大小鱼巾呢 要突出一点 比这个掌心要高出来一点 她的你看这个大小鱼巾 突出了一点 掌心有点凹陷 这个是正常的手温 另外呢 如果这个颜色呢 淡红或者粉红都正常 你这呢 基本上正常 但是呢 就是说在颜色上 稍微偏淡了一点 您今年多大岁数 53 53哈 这个年龄还可以 但是呢 轻微的有一些肾脏的气不够 你平时会有点乏力啊 或腰酸啊 有点人没劲 然后呢 睡完觉以后 起来还会觉得疲劳 前些时候的检查 心脏不太好 那就是剃膊有点低频 是不是这样 就心脏气不好 需要休息 但是自己会觉得疲劳 尤其活动以后 如果休息不好 就会出现 然后如果休息好了 我再去做就好了 或者到晚上的时候 人腿啊会胀 眼睛早上起来会有点胀 你身体状况还可以 恭喜你 谢谢 那比我要强一些 几年强 真的呀 好吧 那您比我身体好 来我们再看这个叔叔 谢谢谢谢 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叔叔 你看他的颜色 他这个是 大家看正常颜色 是淡红或者粉红 但是他比咱们这个女士 或者比我们的手颜色 已经红了 颜色比较红了 是不是大家比一下 您看您的那个手 是不是 我的这手的颜色 不是红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您心脏肝脏 中医觉有火 所以您应该检查您的血脂 血糖 还有肝胆的功能 平时血压怎么样 肝胆我一瞧过一回 说胆皮可能有点大一点 胆有点大 皮有点大 胆股 血脂高不高 血脂高一点 血脂高 有没有脂肪肝 有一点 所以像他这个 等于大鱼肌 小鱼肌 还有这个 这脂腹部 就是这个 都红了 说明他五脏的 预热比较盛 而且代谢功能不好 主要是肝胆的功能 差了 那生活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他有的人 早期可能没什么感觉 有的人就会觉得疲劳 觉得累了 就是体力比原来差了 或者他不爱吃油腻的东西了 吃完以后 有时候胃肠 觉得不舒服 有点腐胀 或者大便 有点不舒服 或者便秘 是这么合适 您正是大便 有没有 比较肝脏 有的人是走两端 有的人便秘 有的人吃了自己东西 容易腹泻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是吗 上朝阳医院 看病人一代 我也这么说的 对啊 因为这个会给他 诊断为代谢综合症 让你少吃甜的 油腻的 炸的 另外的适当运动 这样的话 可能对你肝脏 对你胆囊 另外像你这个 如果不去治 一直在拖的话 就容易脂肪肝 容易血管硬化 容易血压膏 另外容易冠心病 它因为先从热 热了以后呢 就是学运行啊 它就会有问题 它不是热吗 就跟那个烧水一样 烧的时间长了以后 那个锅里啊 糊里再不就水碱 就像血管里面 那个动脉硬化 它时间长就会堵塞 堵到心脏就容易 关系病吸气梗死 堵到脑子就脑梗死 所以您这个应该注意 虽然比较清 现在还没有气质性病 但是这个已经是 疾病有苗头了 有苗头了 对对对 应该要注意了 被说准了 说准了 咱们多加注意 我建议您 现在要调理了 好吧 我们先感谢一下 两位观众 谢谢您 也谢谢我们的韩老师 很厉害 谢谢两位 谢谢 那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可能很多观众 都有这样的疑问 那把这个月月的手 给大家展现 她刚才跟那位男士 刚好相反 那位男士的就是 大小鱼迹呢 发红 而且呢 比这个掌心呢 要高出来很多 大家看月月的这个 大鱼迹 这块凹陷 这块凹陷说明什么 说明心肺的 气不够 中医叫中气不够 中气是什么意思 中气是由 吸入的 在这个空气 清气和水骨 因为咱吃的水骨精微 产生的这个精气 清气和精气 相结合产生而成 所以呢 在这个部位 如果凹陷的话 你清气就不够 就心肺的气不够 气不够后 人会有什么表现呢 最开始就是乏力 老觉得累 老想躺着 老想顺觉 再时间长后 就叫气短 比如说他爬楼梯 走路啊 时间长后 就觉得心慌气喘 尤其有的年龄大的 就觉得这个气短的 会更明显 就他的体力比原来下降了 原来比如说 能走100米 现在走50米 就累得不行 我现在基本不怎么走 要活就要动 所以人的生命在于运动 一定要活动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生活条件好了 出了门就开车 对 下了班就躺沙发 所以这个锻炼的不够 你心脏的锻炼不够 肺气的呼吸量也不够 就是导致你这个功能下降 就这凹下去了 大家看看有没有凹下去 你们的余悸有没有凹下去了 所以那个余悸凹下去的人 一个是心肺气不够 另外偏瘦的人 就是不论男士和女士 比较瘦你看咱们月月很苗条 所以这个苗条就是 一般来说气不够 五脏的气不够 那么现在咱看它 就是这个凹陷的非常明显 如果五脏的 它现在是心肺 如果再在后面 这大余悸这边再凹下去 那它五脏的气更不够了 更虚了 所以你这还是算比较早期的吧 是 另外呢 你看我还有几年 你这样适当锻炼 注意调整 应该是挥不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要太紧张 大家都说 你阿姨都比我身体好 我说我赶紧问了 她就是说 先天的这个体质要比您好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她的耐受性 对疲劳的耐受性比较强 睡不好觉是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您的心脏气不够了 她养不住神呢 所以她睡眠的时候 一个是入睡难 另外容易醒 还有那个爱做梦 就是有的人就告诉我 我晚上老做梦跟连续剧一样 起来还能记住 所以她睡眠质量就很差 醒了以后就觉得很难受 没睡好觉 所以为什么 尤其现在年轻人 一睡睡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呢 就是她血不养心 这是您的这个心肺的气不够 行 韩老师我明白了 您请坐 我再想想 我还有什么想吃想喝的 我再仔细考虑一下 我未来的日子 怎么改善一下 因为每回做养生堂节目 无论来的是中医还是西医 我都是非常棒的反面教材 就看我就知道了 一定不能这样 一定不能这样 刚才大家其实通过跟韩老师的交流 已经感觉到了 这个通过手掌 的确是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健康信息 那韩老师您最初是怎么想到 说研究这个手掌 然后从这个第六脏上 去得到一些提示呢 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说起来时间也比较长了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念大学的时候 然后呢在有一次 反正就是在课外时间嘛 翻书啊看 偶尔翻到一半 通过手去看病的 我就比较好奇嘛 我就翻翻看 然后有一次回家了哈 看见我姐夫 因为我姐夫当时在农村 我是84年上的大学嘛 那我姐跟我姐夫那时候正在谈恋爱 那我回去的她那个体型 也比较胖比较壮 那我们因为在农村嘛 都觉得哎呀这小伙子身体比较好啊 结实 结实啊 你看这个肌肉很那个很发达 她也喜欢打球 也喜欢喝白酒 但是呢我就比较好奇 我说那我看看你的手吧 书上也讲了 说哪种人容易产生肾胀疾病 老师盛客也说了 我说这之间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我就把她的手 让她伸出来给我看一下 结果一看呢 就是她那个大小鱼剂高起来 高出来非常明显 就大小鱼剂 大小鱼剂啊 就凸出来 中间剩一个小钩似的 所以咱们这男士容易就胖子啊 体型比较胖的 对对对 有点要这样的感觉 有点这样的感觉 像一个钩似的 我当时我就开玩笑 我说你一定要减肥 你要不减肥 就容易产生血压高 血脂高 糖尿病 当时她也是二十多岁嘛 她就给我讲 她说我的家族里没有这病 我父母身体非常健康 意思就是说我说的不对呗 那我就不说了 对不对 结果去年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啊 因为她父亲也是在这几年 也是生病趋势 可能比较紧张 去年突然就发现 她的心跳加速 就心动过速 心率很快 能够到一百四十多下 一百五十多下 然后血液也高了 血糖也高了 所以当年我说她几个病 从去年 她全都生了 全都应验了 对啊 你看当时是我八五年 八六年给她说的 你看到现在多少年 所以我就说 而且在临床上 我现在就发现 很多人 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问她 说你手长这么红 是不是你年轻的时候就红啊 她说是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红 几十年也没事 我说你一定要注意 结果有的人 就是过上几年以后就发现 然后她虽然没有 我追问她的家族 就是她的父亲 有没有 就是她的父母 有没有家族史 她就说她的父亲 有血脂高 糖尿病或脑中风 我说你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有一个正向 就在手上有表现出来 所以这样就给很多人 也暗示 防止突然出现脑出血啊 心肌梗死啊 没法救 你像我刚才说的 胆结石啊 血脂高啊 那她有办法治疗 她治疗的话 她可能延缓她的发作时间 这样她身体比较好 她的生存质量就比较高 那我在临床上 见一个小伙子 二十几岁 二十四岁吧 家族的高血啊 她也高血啊 结果她就有一次 老板因为加工资的事 没给她加 她很生气 暴怒 突然就昏迷了 结果当时查出来 一看呢 就脑出血 昏迷了整个 将近一个月 等她醒来的时候 半身已经瘫痪了 不能 刚刚结婚了半年 所以这种例子 我们在临床上 见的特别多 因为我一毕业 是搞急诊嘛 急诊搞了六年 后来我就发现 中医的这一方面 看手啊 看这个刚才说脸色啊 四整合三 可能能够早期 发现很多机会 有点像预言的意思啊 手掌的预言 手上的很多信息 可以告诉我们 目前身体有什么状况 如果是比较年轻的人的话 可以通过一些颜色 或者说薄厚的一个变化 可能会预知到 未来的身体 可能会出现 什么样的问题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在家自己看的话 需要留意哪些方面呢 先看颜色 颜色 你比如说 我这手原来的时候 淡红 现在突然怎么红了 尤其是大小鱼剂 或者刚才指的 有的这个手指尖 指腹部的手指尖 如果这个颜色不退 那你就要注意 或者在医院 要做一些检查 刚才我说过了 要查一下血脂啊 血糖啊 尤其父母 有糖尿病 有高血压 有心脏病的 那你及时要去检查 尤其高血压的病人 你原来是淡红 突然在这个大鱼剂的部位 小鱼剂的部位 变成鲜红 或者暗红色 这就要顶弃 洗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有的人血压高 像我刚才说 那个小伙子 血压已经高了 手也红 没有注意嘛 那突发性的 那我去查一查 先查个CT 或做个心电图 实在不行 背个24小时的HOT 这个就可以避免 出现一些严重的后果 尤其这个大鱼剂呢 正常的是凸起来 像一个鱼的那个肚子一样 鼓出来的 鼓出来 所以为什么叫鱼剂 在这个部位呢 应该是鼓起来 而且形成一个 圆弧状的这个形态 如果刚才像月圆那个位置 凹下去 那么年轻人呢 就容易气不足 就是气短啊乏力啊 还没有气质性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中老年人 五六十岁 大家看这个手 这是我一个患者啊 这个患者老心脚痛 就是有一次 我在出门诊的时候 老头就进来了 给我说 北京的名医 我看了很多了 大医院我也进去很多了 我今天听人家说 你治的还不错 我跑来看 然后我先听一下心电图 听一下心脏量一下血压 那我让他的手展开来 我说我看看你的那个 手掌的颜色 他说我检查了 不是心脚痛 没有冠状肚脉的堵塞 但是我就是疼 而且呢 一活动一走路 夜里疼得比较明显 你看看我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老头嘛 六十多岁 一看这个脸色呢 也是满脸的斑 发黄 颜色比较黄 那我再看手 你看见了吗 大家看他有凹陷 还有一条很深的纹 这说明什么 什么 他心脏的气血不够 所以他出现凹陷 还有皱褶 他的皱褶也比较明显 那么我就给他讲 我说虽然你的检查 没有气质性病变 但是呢 在中医讲 心脏的气不够 那么我刚才说 在这个部位 实际上是 肺和心脏的气不够 嗯 所以他出现凹陷 长期的供血不好呢 他那个就容易皱褶 所以我说 像这种老年人呢 一定不要活血花瘀 要补气 养心 活血 这样的话 他这个气短啊 法力心脚痛 才能够缓解 把他这个气补出来 在补气同时呢 给他活血花瘀 嗯 大鱼剂的凹陷 是心肺的问题 尤其是虚的话 可能会凹进去 中气呢 就是由肺吸入的 自然界的氢气 和咱们平时吃饭 吸收的水骨精微之精华 叫氢气 嗯 就自然界的氢气 和水骨精微的精气 结合而成 叫氢气 它是主管心肺的功能 哦 所以中气强的时候呢 人的心肺气就比较足 那心凳气足的人 说话声音就比较大 红亮 红亮 然后呢 底气听着就 非常有底气 精神也比较好 神气也比较足 那么肺气足的人 唱歌的嗓音就比较大 是 声音就比较红亮 那么像他去虚了以后 说话呢 声音也很低 另外你有的人 特别低的时候 气不够的时候 他说话可能 听了前半段 后半段 就听不出来声音了 另外他就喊几声的话 就累得不行 有的人 我在临床见的 有一些病人呢 吃饭吃一半 他就累得不行 就得歇一会儿 就得歇一会儿 就是这就是明显的 心肺的气不够了 其实跟韩老师 录节目 我就有这个感觉 就咱们俩说话的声音 是鲜明的对比 您那儿生如红中 我这儿气若犹斯 您刚才说了 这个地方 如果是凹下来的话 可能是踪气不足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啊 就这个踪气不足 为什么能够在手上的 这个位置体现出来呢 因为手上呢 有十二条正经 就是阴经呢 过这个手的一面 就是手掌心 阳经在这个背面 就是手背部 有三条阳经 所以呢 就是你五脏的气血 不够的时候 在手上都有反应 尤其大鱼记 这刚好是肺经 就手太阳肺经 经过的地方 那么因为肺潮百脉 就是说五脏六腑的脉啊 都要由肺来主管 来统治 那么你气不够的时候呢 肺气先出现了变化 有一些减弱呀 功能不足呀 另外呢 就是这个肺气 弱了以后 影响它心脏的这个气不够 气血运行就比较缓慢 推动力就下降 所以它在这个鱼记 这个部位呢 就会出现了凹陷 那比如像我这样 就是凹进去了 我的中气就不足 会有哪些很实际的疾病 跟这个相关呢 对 中气不足呢 主线表现在两脏 一个是肺 或叫呼吸系统 一个表现在心 也就叫循环系统 那么在呼吸系统呢 病人就容易咳嗽 气喘 那么再严重的话 那就是哮喘了 喘息性直气管炎了 这是刚才说的呼吸系统 心脏呢 容易表现在胸闷 气短 乏力胸痛 有的人可能后背痛 劳累后加重 或熬夜后加重 有的人可能紧张 或者生气后加重 不想说话呀 睡眠 觉得睡不好 睡不着 或者呢 睡了以后容易多梦 或者容易在梦中 一起 我看看您的那个鱼记 哦 还真是 韩老师这个就是鼓出来的 而且您的手应该是一个 特别健康的一个手 对不对 还好 那我们跟您的手一比 就知道自己有什么 就您给我比 肯定是气不够了 这不用笔手 也能听得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鱼记的位置 大鱼记的位置 就别看我了 我这个是不健康的 可以反映出心肺功能 那还有哪些脏腑功能 可以通过手来展现呢 那么这个手掌的中心 或者叫中央位置 就是咱们大小鱼记 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代表脾胃的功能 那么你脾胃比较弱的时候 这个部位容易发颜色呢 发淡黄 或者发黄 或者发青 发黄的呢 就是你脾胃气血虚 一个是不想吃 或吃饭肚子胀 还有一种呢 就是怕冷 胃特别怕凉 尤其有的人 一吹空调就胃痛 对吧 吃了刺激性东西 或吃了凉东西 硬东西 就容易拉膝 还有像叫年轻的女孩子呢 这个位置 如果比较轻的话 就容易痛经 尤其在立架的时候呢 肚子凉 腹泻 有的人痛的呢 就没法上班 影响了正常工作和学习 所以像瘦人一般 容易出现这个位置 有问题 所以咱们现场可以找一个 就体型偏瘦的人 看一下他这个中间的位置 要不然我们让 韩老师挑一位好不好 您就看外形 看外形 然后找一位 您看哪位 他的这个手 他的这位男士 这位 这位男士 好苗条啊 来 掌声鼓励一下 肯定上了 你看他的这个手蚊呢 中间的位置呢 比较凹陷 另外呢 他这个颜色呢 他这个位置啊 看见吗 就是隐约的在手底下 有点青 看见吗 就这一块吗 对对对 轻轻的有一些蚊 这边也是 对对对 有轻轻的这些蚊 另外他在这个位置 也隐约的 看见有些青蚊 这儿 这边更明显 对对对 他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都有轻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推测啊 您应该平时 会有味寒 油炸的 或者刺激性东西 容易不容易腐蚀 不爱吃油腻的 不爱吃油腻的啊 对 就说吃刺激的东西 或者油腻的东西 是不是容易引起 对 太吃太油腻的就不行 就不行啊 容易腐蚀吧 所以我建议您呢 就是平时做饭 或做菜 家里在做饭 做菜的时候 可以用点生姜 或花椒炒一炒 这样就味不味 温味 比如说你吃的 油腻的啦 或者不容易消化 或者凉东西 你回去赶紧 煮点生姜红糖水 一喝就OK了 是吧 老师说的对吗 对对对 都是这样的哈 所以他身材 这么苗条 也是有道理的 他是比较轻的 估计他检查 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是不是做体检的时候 身体还要干 这个体检应该没问题 体检的时候都正常 但是他的手蚊 有引线 就非常轻的 好 得注意了啊 得注意 好 谢谢这位观众 谢谢 反正人吧 如果是特别瘦的话吧 肯定是这个消化吸收 可能会有点问题 要不然不会那么瘦 我们来看大屏幕的图片 这个就是手特别特别薄 然后鱼记也很平 然后颜色呢 看起来也很淡 掌心有一点点发黄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像这种大小鱼记比较平 几乎跟掌心在同一个位置的上 这是他的脾胃 脾胃虚弱 他五脏的气都不够 所以他的手变薄了 而且您看他这个掌心呢 拍完了以后泛黄 对不对 对 所以他除了五脏气血虚弱以外呢 他还容易觉得怕冷 怕凉 不愿吃油腻的 为什么呀 因为吃凉的油腻的东西 更损耗他脾胃的阳气 消化不了 他消化不了 没那个能力 所以他就会觉得痛啊 胀啊或腐泻 所以一看这个手掌 就是五脏气血比较虚弱 如果是年轻的话 检查不出来任何问题 如果是年龄大的人呢 检查可能就会有点胃炎啊 慢性胃炎啊 或者慢性的肠炎啊 有些病就要开始出现了 那脾胃虚弱 为什么会让我们的手变平呢 因为脾胃呢 是后天之本 脾主肌肉四肢 那么咱们内经素问 伟论有一句 有一段话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说这个脾主伸直肌肉 所以你在脾气 建韵的时候呢 肌肉丰盈而有活力 就说你肌肉啊 这边就比较充盈 长得比较丰满 人体除了手外 身体也会比较丰满 比较结实 那么脾气虚热的人 就肌肉萎缩不用 就是比较瘦 然后拿什么也拿不动 负重力不行 就拿点东西就很累 提点东西 这胳膊就受不了 这是内经中的一段话 所以因为你脾虚了以后 气血运化产生功能都下降 所以就会变平变薄 哦 对 脾胃后天之本 那后天之本 刚才说了 通过手可以看得出来 那先天之本 能看得出来吗 先天之本肾 对 对 可以看得出来 肾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 肾看哪方面呢 大家把那个手啊 伸开了 伸开了以后呢 尽量把这个五指 在身平紧靠拢 对 都投降 快 投降 那么看你这个小指 就小拇指 如果你小拇指弯曲的比较厉害 朝外弯 还是朝里弯 或者呢 有一种 有的人深不值 但是应该排除 外伤 比如说有的人是 磋伤 或者外伤 那这个弯 这个不算 如果你没有这个手术的 或者外伤的 你这个变弯曲 说明你肾气不足 大家看看谁的手指头 是弯的 也可以上来 我给你看一下 对 哈老师您看看 您看您身后 然后您再看看您对面 咱们找两位 您觉得特别典型的 你这个还好 对 您的还行 女孩子稍微有点弯 您的呢 她那个有点弯 哪位 就是最编的 这个 来 您到台上来 您的还好 您的还好 对 您那个过来 这里是北京卫视 由北京同仁堂 独家过名播出的 养生堂节目 这每个人都把手伸出来 让我想到幼儿园的时候 检查卫生 来 伸手 看看是因为剪支 但今天我们看的是 另外一回事 我看这几位阿姨的手 讨论的是肾气的问题 您刚才说 小指能不能 直着靠拢在 其他的几个指头边上 是吗 对 考的是这个 那咱们看看 您觉得这三位 哪位的问题最严重 我们最先分析它 这都是您选上来的 对 它这个是往外翻 大家看出来了吧 所以您的这个手指呢 这样弯曲的话 你这是自己也没有注意 是不是 像您平时感觉到 有没有感觉到腰痛啊 或腰腿关节不舒服啊 有 或者你小便的时候 膀胱有时觉得尿不进啊 或者有时会吟尿啊 这个也有 也有啊 所以就是说肾气不够的时候呢 人就会觉得腰酸腰痛 小便比较平 喝点说马上就上厕所 或有的人夜里啊 尤其老年人啊 最多去两次 有时去四五次就没法睡觉 所以像他这个就先天的 有点气不够 肾脏气不够 所以您要注意您的这个关节 腰腿关节 不要受凉 另外呢就是少吃凉的东西 就是另外呢晚上我就建议呢 经常用热水泡泡脚 或者呢就是用花椒生姜煮水 泡腿泡脚 您的这个症状就会接触 花椒 花椒和生姜煮水 泡脚和腿 对对对 来看着关节腿 好嘞 谢谢阿姨 那您先回 来我们看看这位 他的这个手呢 就是右侧 右手比左手更严重 你看他是内弯 对 没受过伤吧 没有 没有受过伤 没有 平时干活的时候 这个这个手是不是用筋比较多啊 对 那您平时关节啊是不是 手指关节或膝关节 经常痛吗 嗯 就这 有啊 关节痛 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 时间长 本身的肾气不够 对 他人又很能干 对 所以他我估计他洗衣服啊 做事情啊 经常用凉水 对 所以他两个手弯的不一样 对 右手厉害 左手轻 太对了 所以他本身气不够 再加上这些日常的 这个又不注意生活 其他方面不注意保养 他就容易得风湿 容易得关节 韩老师说的都对 都对 阿姨频频点头 我建议您查一下 尤其您这个年龄 以后用水呢 要用的温一点热 也不要用凉的 否则你着凉 或者冬天 你应该出去戴手套 否则你就会疼痛 加重 到时候会别的关节 也会变形 也会痛得很厉害 另外您看他脸色 这个 您这个脸上这个蚊 就是这个斑呢 是碰的 还是就长的 长的 你看他这个斑 而且出现在这个面颊部 所以说明他肾气不够 他这个毒素排泄不出去 更是印证了 他的肾气不足 那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检查呢 他这个在医院检查呢 我建议呢 化验一下肾的功能 就肝肾的功能 比如说查一下 鸡肝啊 尿素蛋啊 再查一下血脂啊 因为这个年龄的话 血脂代谢啊 肝肾的功能都会减弱 明白了 也可能有问题 也可能 再另外查风湿 类风湿因子 我们也是阳性 阿姨记住了吗 记住了 阿姨特别好强 特别利落 特别能干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 千万不能马虎 不能老想别人 要想想自己 谢谢 好吗 谢谢阿姨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 他阿姨穿的这身衣服 就看得出来 是个利索的人 对 你看他这个关节 我为什么把它挑出 挑出来了 他呢 这个小指关节 就有点 也是有点内弯 他也是右手比左手 对 他除了这个小指弯以外 大家看他这个 把这几个指头 伸过去看 变得粗 变得圆了 您说杵状质吗 这是个杵状质 对 你这个指头 你看看 像小丑似的 杵状质 杵状质 这就说明他心肺的气不够了 他事带上 他气不够了以后呢 他这个指头的指尖 就变得圆 变得胖 你像咱们都 棚状质 咱们指尖都有一个尖的 您看您变然了 阿姨您把手这样 咱俩比一下 是不是 我们有一个弧形 一个尖的 您看您的 变成粗粗的 圆圆的了 是不是 我老是我们的干活累的 干活累的 所以我也建议跟才跟那个大妈一样 就是做活 干活的时候也不要用凉水 要用温水和热水 注意保暖 尤其是在空调屋里 冬地冬天 不要太冷 是有时一招会凉水 所以就这几个有点难受 我也是建议你呢 去风湿科 风湿科检查一下相关的指标 看你那个是不是异常 你检查过 对啊 如果异常呢 我建议你要治疗 因为你的形状已经发生改变了 除了这个小指外 你指腹部 已经变粗变大 好嘛 也去查查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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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的肾气不足 我的小拇指就肾不直呢 这个我为什么观察小拇指呢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今年22岁 我儿子小时候体质非常好 特喜欢那个打篮球 有一次呢 我记得是8月15 便宜就前一天嘛 那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你儿子肚子痛的不行 在学校上不成课 你赶紧来接去送医院 我想我说我儿子平时体质挺好的 一打球打几个小时 会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老师一说了 我也引起重视 我说看看是不是回床证 小男孩 爱吃脏东西啊 手洗不干净啊 我赶紧就带到医院看 一照 严重的肾积水 肾积水 肾积水 左肾那个积水 大概都有一千多毫升 就是他一活剧烈活动 那个脚痛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紧张了 等于药吃了 治疗已经没效了 必须得手术 结果很快就联系手术 手术完了以后呢 他等于是先前性的 输尿管狭展 他憋尿啊 不经常去排啊 结果就一下堵塞 堵塞以后那个 他就耿阻了嘛 就脚痛 所以我后来就是 通过儿子事情 我就观察他 我发现他的手指 就是也是弯曲 所以我后来再联想 可能小指 最能反映肾的情况 所以咱刚才观察了几个情况 因为肾主骨生髓 那么肾气充肾的时候 人的肌肉骨骼 刚才说皮主肌肉 肌肉比较丰盛 那么你肾气肾的时候 你的骨骼就长得比较健壮 而且长得比较正常 比较端直 那么等你肾气虚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肢体发育 尤其是小拇指的发育 就会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通过观察 这个小拇指呢 就会知道你的肾脏 膀胱 咪尿系统 生殖系统 是否强弱 所以这个有的人可能很小啊 就有这个问题 也没管的事 等年龄大的时候 出现一些病变呢 才会知道 哦 我原来都早都有问题了 我没有关注 那么这现在到这样啊 有的人可能在肾气不够的时候 有的突然熬夜 或者感冒发烧 生了肾炎 还有一种叫隐移性肾炎 病人平时没有感觉 在体检的时候 发现尿里面有红白细胞 也没有管 再拖的时间长 发生了肾炎 慢性功能 肾功能损害 要毒症 到最后就要需要透析 所以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说做一个有心人呢 就平时你的身体啊 或者家人啊 有什么情况时 你要关注 哪个问题 预示是什么 或者还没发生问题呢 你先知道 这样避免很多事情 所以像我在我儿子发生之前 我从来没给他做过B超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你说我也是医生啊 对孩子就这么忽视了 忽视他的健康 导致他要不急性发作的话 我也没发现 非常危险 是 对啊 所以我也是剪辑地去观察 所以今天我们看过节目的人 下回在跟朋友 在跟家人在一块的时候 把他们的手拉过来 也看一看 很多的信号 很多的预言 我们如果早一点知道的话 心里有那么一个准备的话 可能会跟对方说 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可能就避免了很多悲剧的发生 或者很多危险的降临 因为大家都不是学医的嘛 也都不是医生 所以我给你们讲的 就是非常简单的 通过形态 通过颜色去观察 大家 我觉得通过刚才的演示 都应该能学会 能知道 大概先看颜色 然后再看部位 然后再看形态 大概给你五脏 哪些关系有相连 应该去自己体检 对家人进行提示 或者建议 这就可以避免病情严重 刚才讲到了心肺气虚 讲到了脾气虚 还有肾气虚 那都需了我们怎么办的 怎么治疗呢 有没有什么指导思想 我给大家一个小方子 建议大家回去呢 都能够用的 因为这个方子呢 里面是两味药 一个是西洋参 一个是灵芝 因为西洋参呢 是义气养阴的 主要是对心脏 对心脏之气 有补义作用 另外也还有补脾气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说你发现 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和灵芝相配 那么就是说灵芝呢 这个药也比较好 它是对这个肺气 脾气 心气都有补义作用 而且呢 这个灵芝还有 安神镇静的作用 这两个药配合的时候 要有一个量的区别 西洋参呢 用一份 比如说西洋参 再用十克 灵芝就用二十克 那么你把它盐成粉 一天呢 你就说 少有点气虚呢 吃三克就够了 你把它盐成粉 吃一小勺 上午一勺 下午一勺 如果你气虚的比较厉害 会有心脚痛 或者呢 胸闷气短很严重 或者呢 你是心脏搭桥了 或者呢 放了支架了 那这个量就要放大 治疗作用的话 就要用到六克 是一般保健用量的 一倍 这样的话 你长期服用 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 你这个气虚的症状 就会解除 另外睡眠质量 也非常好 需要三到六个月 对对对对 要吃这个胶囊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 比如说最近心脚痛 发作很明显 或者刚刚打起完 手术完 那么也可以熬水 直接喝 比如说咱用西洋参三克 用零至六克 煮水 当成茶饮一样 每天喝它 那样效果会更明显 如果你症状比较轻呢 就盐粉去吃 这样效果更好 这是内服的办法 另外呢 还讲大家一个 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大家都能做到 我站起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 月月后背 你先看我 我贡献我的后背 你在我身上长发 就是说你把你的手掌心 先搓热 搓热完了以后呢 就浮在腰背的这个位置上 你上下搓 上下搓 一直搓热了 这对肾呢 起到一个疏通经脉 补气养血 微韵这个肾脏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缓解疼痛和疲劳 因为现代人坐的时间长 活动少 所以呢 坐的时间长了 你就站起来 把手搓热 然后在肾的这个位置 腰部的这个位置上下搓动 感觉热了就行 过一会儿 再搓一搓 一天有个两三次 这都起到一种保健的作用 是 让我们去找肾书 气海书 命门学 大长书 不太好找 但把这一片都搓了 也就都搓到了吧 对对对 你上下搓的话 这个位置都搓到了 是吧 对 热了吗 啊 热了吗 坐着搓也行 站着搓都可以 我是坐久了以后 觉得确实是不太舒服 尤其坐的太久的话 人的尾部 尾底部发凉 有的屁股都发凉 为什么呢 就是你肾的这个气啊 受阻 气血运行 不通畅 所以你给他按摩 这样的话 你这个腰部 以及臀部 腰腿 所以为什么人呢 老的时候啊 先老腿 腿脚冷 腿脚凉 你这样起到按摩的作用 嗯 坐完了以后呢 觉得哎呀 很舒服 我们看看 还有另外一个位置 鱼记学 在哪里 鱼记学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拇指的根部和手腕部 而这中间的中点 这个连线的中点 就是鱼记学 那么平时 比如说有的人呢 容易过敏性鼻炎 咽炎 嗓子痛 咳嗽 哎 你就把这个位置呢 用手啊 来回去搓这个位置 就是先搓 后腰 然后再揉鱼记学 每一样都做几分钟啊 就是这个鱼记学啊 大家先可以连点 点一点 按一按 然后再搓 总共每天的这个时间呢 有五分钟就可以了 你这五分钟可以分两次做 也可以分一次做 嗯 这样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也可以这么搓吗 也可以这样搓 你比如说把两个鱼记呢 鱼记对得一起 也可以这样搓 搓的搓是不是觉得搓热了 觉得比较舒服 就是疏通经脉 是肺经这个经脉运行 气血流通 那就不容易生肥 这样五分钟 然后再搓后背五分钟 每天十分钟的时间 对 就是两个外置的好方法 再配合上刚才那幅的小方子 就可以帮我们整体调理一下 虚的问题 刚才一直在说的是手的形态 我们再把颜色跟大家仔细说一说 这是我门诊的一个患者 我当时用我的那个小照相机拍的 这个病人也是我们院里一个家属 你看他那个大鱼记地方是不是比较红啊 所以他还高血压病 在小鱼记这个地方是不是也红啊 他便秘 另外大家看见吗 在小鱼记和大鱼记 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像鱼斑鱼点的东西 他还有糖尿病 他还有尿酸膏 他还胃痛 他还有失眠 他每次在我这来看病的时候 走路都很慢 别人两分钟能走到 他五分钟都走不到 为什么 他那个痛风引起了他的膝关节 脚部的这个关节痛 他说他走几步都痛得要命 别人可能需要 我说了两分钟他都需要十分钟 他每次上楼器都是拽着那个扶手上来的 所以病人来的时候都失去信心了 觉得病太多了 早我的时候他问了 他说韩大夫你看我还能活得了吗 我说可以怎么不可以活得了 因为你虽然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 但是脏器还没有严重的损害 所以这个病人在我那已经治了三年多了 他现在目前血压还基本上比较正常 另外他那个痛风也没有大发作 会小发作 一受粮就会加重 另外他这个病人目前血糖也比较稳定 所以他就说他可能后半生要跟着我走了 但是现在经过调治病名还比较稳定 而且现在在家里还能够做正常的生活 帮助他夫人还能做饭 红色呢就是出现的部位 不一样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行 一只大手 对 你说咱们正常的手 正常呢就是这个手的颜色分布比较均匀 颜色淡红或者粉红 如果突然呢你的这个鱼器 大鱼器 就这个部位呢突然出现了红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 心肺有热了 这个部位颜色红了 有的呢可能你没注意 他时间再长的话可能会扩大 面积会扩大 另外呢这个小鱼器部位 也会出现红了 这说明你的从心肺的位置有热 可能发展到肠 大肠 小肠 那么出现这两个部位的红呢 五脏的热就剩了 如果你还不注意 有的就是会出现在这个指尖 部位也会变红 最开始这儿有点红 血脂有点高 那么这个部位红呢 可能就是便秘 如果这些部位都跟着红了 怎么着 血糖也高了 药酸也高了 肾脏的一些检测指边都高了 就是说五脏的功能都失调了 大家正常的这个手呢 颜色是淡红的 或者颜色比较均匀 突然手掌心出现了红 出现了掌心 有的就可能大鱼器 有的小鱼器 有的全掌 这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纤兆 或者突然的内脏有出血的纤兆 要引起重力 如果这个手呢 出现了直腹部 有一些红点 那么这种人呢 就要注意自己的尿酸 血脂 或者胆红素 是不是身高 那么就注意你的肝脏 胆囊 胰腺 肾 是不是出了问题 就是不应该出现的部位 出现了红色 因为红色表示是一种热 是一种炎症 是一种充血 所以要引起重视 刚才出现的就是几个部位 不一样 那么你要注意你身体 会出现什么异样 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留心观察自己的手掌的颜色 或手指部 大小鱼器 注意部位 那如果是我们对照了一下这个图片 发现我也是大鱼器 小鱼器有点红 然后这个指腹有点红的话 我除了要去看医生吃药以外 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简便异形的 辅助治疗的好办法吗 我给大家一个粥 大家平时可以有那些问题的 可以去熬着吃 这里面是菊花 绝明籽 莲根芹菜和精米 如果精米不知道 咱也可以用糯米 用糯米去煮 那么这个菊花呢 要用白菊花 白菊花15克 绝明籽 也叫草绝明 用15克 为什么要用莲根的芹菜呢 因为这个芹菜的根呢 有降压的效果 咱们平时切菜的时候 都把那扔了 都扔掉了 对呀 其实可惜了 它那个我们发现 莲根的芹菜 你切了煮了以后呢 对这样缓解血压呢 比较好 所以用芹菜的时候 用莲根芹菜 用一些 羹米 或者呢 糯米 这样煮粥 叫菜粥 每天喝一次 或者两天喝一次 有这个 有清热泄火 有降血压作用 另外呢 还有降血脂的作用 我们临床上 给很多病人 教他们去做 吃了以后 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不妨让大家 也去试一试 煮一煮 应该挺好喝的 菊花粥 菊花注意事 白菊花 15克 绝冰子 15克 莲根的芹菜 20克 然后米的话呢 糯米比较好一点 对对 那普通的大米行吗 效果差点 或者用中药的 一个叫生乙人米 乙人米 乙人米 乙人米也可以 好 100克 一块煮粥 建议大家可以 在吃药的同时 结合生活方式的调整 再搭配上 这样的粥的话 就能够比较好的 稳定血糖 血脂和血压了 对 那红色 我们看到 跟红色相关的 都挺危急的 都是一些比较可怕的疾病 那除了红色之外 手掌上还会出现 什么样的颜色呢 容易出现青颜色 青色 对 青色呢 就是出现在 也是大鱼剂这个部位 比较多 大鱼剂 还有在这个中间 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些小的落脉 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是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把手伸出来说 那你看看我的手 有什么问题 结果我一看 在中间这个部位 发青 我说你手这么轻啊 经常就会胃痛 胃炸 尤其女孩子的话 容易痛经 有的痛的时候呢 都上不成斑 还容易腐泻 他说是啊 你说的太对了 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有 我说通过你的手 就反映你的五脏 有寒气 寒气 寒主收饮 收饮以后 他脏气经脉啊 就狙击 狙击就会痛 所以他吃的不合适 或朝点凉 就会疼痛加重 那么咱们灵书经脉 中对这个有描述 反诊落脉 脉色轻 则寒且痛 胃中寒 鱼剂之落 多轻易 说明你五脏 有寒气 尤其是胃中 胃中的寒 在大鱼剂的边上 有隐约的 青涩的血管出现 或者在手的中心部 出现 所以这种呢 就是体内比较寒的表现 这怎么办呢 体寒的人怎么办 叫女孩子呢 要穿上裤子 少穿裙子 因为寒从下起 就从脚 从腿容易往上走 所以手底下的脚 或腿着凉的时候 就容易胃痛 小肚子痛 时间长了后 经脉就淤积 像你老痛的话 就容易长什么 就容易长肌瘤啊 长囊肿啊 所以为什么 现在女孩子这个病啊 这些良性肿瘤 发生率非常高 就是因为寒凝 所以我建议呢 比如说这个手掌 比较轻的 要少吃一些 酸性的 甜的 因为酸性的甜的 油腻的食物 容易产生 体内产生一些毒素 对这个身体呢 造成一些伤害 比如说造成血液的 酸性增高 是血液粘稠 流通不畅 有的还容易形成血栓 所以为什么 要建议大家 要吃一些清淡的 咸肥素 蔬菜这一类的东西呢 就是体内代谢比较快啊 对沉积 废物的沉积呢 要会少 对五脏的伤害 就比较小 其实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注意调整一下 就是对疾病最好的预防 那还有很多人的手上 会有斑斑点点 比如这一块突然发暗 这一块发黄 这些有什么寓意吗 大家看这个患者是38岁 也是我的一个患者啊 也前几天刚给他拍照的 这个病人是以大三阳 就一三五检测阳性 那么他的胆红素也升高 转安眉也升高 那么经过吃药治疗呢 他的斑变浅变淡 他的这个检测的指标也下降 咱们一般手部呢 不容易出现斑或点 除非是年龄比较大了 比如说五十岁以后 有色素沉着 有老年斑 有斑点 这是身体在衰老表现 五脏功能弱了 毒素排不出去 是手部或在手背部 容易出现一些斑点 或者色素沉着 如果这人在年龄 在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 原来身体很正常 手上也没有斑点 也没有闻 也没有色素沉着 突然出现了色素沉着 或斑点 说明你五脏 某个脏器出现问题 最多出现问题是肝脏和胆囊 所以呢 外在的东西和内脏紧密相连 等你内脏有疾病的时候 它外在一定有反应 所以仔细要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 尤其是手部的 因为天天大家都看到嘛 对 这个手 这是第二张脸呀 每天摆在眼前看一看 有没有颜色的改变 有没有形态的改变 有没有斑斑点点的出现 那通过看手 已经可以掌握这么多的信息了 韩老师也说了 中医是四诊合餐的 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关手 变舌时健康 明天呢 希望大家看节目的时候呢 准备一面小镜子 我们看看您的舌相 有没有透露什么健康信息呢 所以明天同一时间 北京卫视养生堂 我们再见 谢谢韩老师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谢谢 谢谢